这是一个有女人统治的社会 女儿国 男的都是奴隶 必须穿红色的大褂 遮住头发 脖子下必须挂个铁环 以便将来某天出嫁之后 给女主人签 每天外出必须像个场帽 跑来跑去 互相击掌 拥抱 每个年轻男生的终极梦想 就是被公主看上 成为驸马爷 男主叫小杰 他是万中无一的帅哥 每天走在街上 都会有一堆霸道小女孩 争吵着将来谁会去她 小杰到便利店买纸买笔 真的太难得了 当小杰撩起裤腿的时候 还会有女生偷看她的腿 她的梦想也是嫁给公主 在电视机里看到公主的模样 她还会整个人害羞 紧张 挣扎 尖叫起来 好帅啊 真是情感复杂的男人呢 可惜 她的妈妈是个穷人 他们买不起参加 公主舞会的门票 所以她没有办法被公主看到 因此也没有办法嫁给公主 她的人生梦想都破灭了 一天到晚在床上哭唧唧 一边哭 一边还有臭女人 在外面唱歌骚扰她 但后来 她带了个女警察 去抓她那个失足的叔叔 没想到被发现 她的叔叔其实一直是个 想要推翻女权社会的地下成员 结果 叔叔本来只要被罚款 现在却要被杀头了 小杰好后悔 唉 男人就是这么愚蠢的 但她也因此得到了 公主舞会的门票 只是报应很快来了 她的妈妈意外离世 她被恶毒的遗仗一家收养了 这里有两个哥哥 两个遗仗 她就是最小的 灰姑娘 灰老弟 从此她受尽欺凌 整天只能给人做饭 打扮穿衣 两个遗仗都是同一个姨妈的老公 他们每天对着姨妈 悲公屈膝 姨妈每天就在桌子前 看着电视 抽着烟 刮烟少雨 神色严肃 这个大哥就喜欢在镜子前 搓手弄姿 二哥的二郎腿 翘得比谁都诱人 这些男生脱掉衣服后 里面的内衣都穿得特别可爱 恶毒的家人还抢走了他的舞会门票 给了另一个哥哥 就在全家人去参加公主舞会的当晚 阿杰万念俱灰 离家出走了 但因为是宵禁时刻 他很快被三个女警察抓住 结果他们就把她推进了小树林里 小杰能不能保住真洁 他很快被三个女警察抓住 结果他们就把她推进了小树林里 就在这个绝望无助的时刻 突然他听到了枪响 三个邪恶暴力的女人都挂了 可怜的小杰终于自由 他看到开枪的人就是他的叔叔 那个被他送进监狱里的叔叔 他冲过去抱住他 哭了起来 叔叔立刻就原谅了他 男人果然是情感动物 只要你让他感受到了爱 不论你做过什么 都可以原谅你 啊 伟大的男人 小杰问叔叔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叔叔说 在监狱里 那帮女人看他长得帅 一直对他实施着惨无人道的羞辱 他每天都痛苦地站不起来 好在叔叔之前就身经百战 不是那么容易倒下的男人 不管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 都硬性而坚韧不拔 他终于胜过了那帮邪恶的女人 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逃了出来 啊 真是一个强大 勇敢 不屈不饶 能屈能伸的男人啊 叔叔给小杰拿来了一套衣服 竟然是女人的衣服 小杰穿上之后 扎起马尾 留起刘海 整个人就像一个超美的女人 走在街上 一大堆男人冲过来 把自己的神环 在他面前甩来甩去 意思是要他娶了他们 看来小杰不论是男扮女装 还是女扮男装 都是抢手的那种呢 他们走着走着 来到了公主舞会 叔叔想在这里找个关系 把他们送出国外 但聊了一会儿就又被女人看上了 叔叔只得再次接受屈辱的交易 小杰也被赶了出去 在外头 小杰乱逛 居然逛到了公主的舞会 他看见 全体男人都在进行什么仪式 一蹲一蹲 丝起彼伏 跟一堆白色地鼠似的 这时候 他们的梦中情人 也就是公主 从楼上走了下来 好美 好冷 所有的男人都举起了自己的神环 对着公主甩啊甩 希望被公主看上 公主环视一圈 眼睛竟然停在了小杰的脸上 小杰和公主对视 他怎么会看到我 我现在是个女人啊 公主走到楼下 立刻被男人们围住了 他继续环顾 但没有拿起任何一个人的神环 看来他一个也不喜欢 小杰正要走 突然被拉住了 居然是他的遗仗 遗仗没有认出他 他说 女神 容我给您介绍一个老公人选 就是他 我的儿子 可爱吧 小杰一看说 我不喜欢滚吧 然后遗仗说 那你不如看看我 如果你喜欢我 可以帮我赎身 我已经不爱我的老婆了 小杰能不能如愿 嫁给公主 公主突然拿起 遗仗家大儿子的绳子 他们全部冲了过去 小杰挤出来说 公主 您不用着急选 先考虑考虑 公主认同了 小杰高兴的笑了起来 对着遗仗说了一句 滚回你的贫民窟吧 遗仗突然怀疑起来 他怎么知道 我们住在贫民窟 公主说 我想休息了 你到我的房间里来一下 小杰就跟着公主走了 来到房间 公主突然对小杰敞开了心扉 他说 他妈妈早就给他选定了丈夫 现在只不过是走个行事 他好痛苦 他不想做将军 只想做个自由自在的作家 小杰说 我理解你的痛苦 我的生活也是被好多好多事情 阻挡了我的梦想 说着说着 两个人居然就要亲了起来 但这时 公主的妈妈进来了 把小杰赶走 妈妈带着公主 去宣布他的丈夫 这时候 在人群中的小杰 也被遗仗识破了 他仓皇逃跑 跑到了公主身边 遗仗大喊 这是个男人 女国王拿起枪 要打小杰 公主推开了他的枪 救了小杰一命 小杰疯狂逃窜 来到了一个秘密房间 在这里 他发现 原来这个国家 给平民桶一分发的粥水 都是用他们的臭爸爸制成的 小杰来到主控室 按下了爸爸的返环按钮 所有粥水都变成了起初的模样 平民们正在接粥喝 突然发现 水龙头里喷出来的全是爸爸 全都大吃一惊 他们愤怒了 公主回到房间 发现小杰躲在他的床底 两个人再也抑制不住爱情的火牙 在天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解连礼之第二天 小杰被发现 也被抓了起来 后来公主和他妈妈来看他 妈妈打算把小杰的舌头割掉 这时公主突然抱起 掐住了残暴的妈妈的脖子 很快他妈就咯屁了 公主拿走了他的将军徽章 跌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妈妈的三个胖手下愣了一下 然后尴尬的鼓起掌来 你们原来是活的呀 小杰和公主抱在了一起 身情么么哒 囚犯们也都开始鼓掌 这种迪士尼童话的反应是怎么回事 但这时小杰叔叔领导的反抗军 已经打进了皇宫 大家都叫嚣着要救回小杰 小杰和公主跑出来 公主说 大家不要担心 我已经是新的国王了 男人们就都跪下了 跪下了 这奴心已经扎着到骨子里了呀 公主和小杰拥抱起来 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你们真的很喜欢啪啪啪呢 后来小杰成了驸马爷 受到了男人们的爱戴 但整个女权社会还是没有改变嘛 影片的结局是一个大反转 在他们的婚礼上 公主对着所有人说 我们今天想要揭开一个真相 然后他就开始脱衣服 人们都惊了 原来公主是个男的 他妈妈为了延续权力 一直让她男扮女装 最后一个镜头 对准了所有人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一脸懵逼 仿佛这千万人的人生 都是一个巨大的玩笑